各位好 歡迎收看胡港直播室 港股方面顯著做好 最多升超過200點 不過五市在內地股市倒跌的拖累下 升幅顯著收窄了 恆生指數最新升105點 暴24,659點 成交方面有728億多 至於上證綜合指數 收市的表現就一般 跌大概30點 暴3,174點 穿了3,200點關口 互廣東額度使用方面 投資內地每日130億額度 剩下108億 港股通方面剩下104億 看看內地鐵路股 去年鐵路設備出口額升超過兩成 帶動近期比較偏遠的鐵路股急升 其中中鐵二局升停板 升了1.38元 收市是佈15.21元 1186、60、1186 中國鐵建更加升超過半成 佈12.69元 升6.5元 而南車、北車的升幅都介乎2%至3% 石油價格連續第四日上升 但石油的AH股是背遲的 A股下跌,H股上升 其中石油相關股更拖累A股的跌幅大 先看看中石油和中石化方面 分別跌1%和2% 中石油佈11.41元 收市跌2.8元 上海石化方面在疫市升1% 佈4.17元升5千 中海油伏A股下跌2.4元 H股方面有追捧 中海油方面升4% 全都在這個位置上落 佈11.12元升4.8元 而中石油和中石化方面都升近2% 分別升1.7元和1.2元 均能能源亦有2%升幅 現價報8.3元 油價反彈不利航空股 航空股的A股也進一步拖低A股的整體表現 其中南方航空、東方航空和中國國航跌幅2%至超過3% 其中南方航空跌1.7元至4.72元 海南航空和廈門空港的互股通 跌幅有1%至近3% 內銀的A股也是 航空股看H股方面 國泰航空升了2千 佈17.34元 不過國航、東航和南航的H股表現都比較疲弱 國航跌3% 接著看看內銀方面 A股跌幅擴大 也是跌市的懸控之一 普遍跌1%至3% 節目差不多了 明天再見 MING PAO